還有一件事想說 這件事是想跟大家提一提的 叫做注意力 這個注意力呢 我們是有高的注意 我們注意得很高的 注意力很集中 但是呢 與此同時呢 我們有低 而不集中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發現 隨著時間 我們有時候呢 是會由高的注意力 跌到低的注意力 當高的注意力的時候呢 我們呢 可以吸收 很多新的知識 新的 資訊 但是當我們 注意力低的時候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可能是在發 白日夢 甚至乎呢 有很多新的 有些想法 沒有說不好的 未必是說不好的 但是那個問題呢 關鍵呢 就是我們 原來呢 這個 是會變的 我們 我們溫習的時候呢 要經常呢 都停留在這個區裡 那 怎樣停留在這個區 區域那裡 吸收那些新的知識呢 這個就是我們 問一下自己 有沒有 有沒有 集中注意 嘗試一下 去理解 那些題目 有 有沒有 說 不去Party呢 因為 Party呢 就是 屬於 低 注意 有沒有 你說 上司 睡覺 睡覺 發忙少些 勤力些 有沒有嘗試一下 例如說 做多些Test 高度注意 這樣集中 去改回那些題目 有沒有去看書 不iac